明姐剛剛看到的是國際媒體 特別是美國媒體的觀察報道 時間站在臺灣這邊 我們看到臺灣大選之後 沒幾天 今天1月17號 美國又一艘軍艦 這個CG67號叫希洛號 這個提康德羅加級的巡洋艦 又穿越台海 那我們這個就根據我自己的統計 從2018年年中開始 美國就是例行性 有對外公開的訊息來看 來觀察 這已經是美國軍艦穿越台海第14次 那在選在臺灣大選之後 又這個進行這個動作 我想他大概就是這個很明確 在傳遞一個政治的訊息給北京 告訴北京 今天臺灣的大選結果 不管是如何 未來美國在挺臺灣 維護台海安全上面的這個大戰略 是堅定不移 不會轉變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當然相對於看到對岸 在臺灣大選之後 陸陸續續有一些這個武統的聲音 開始釋放出來 有這個內部硬派企圖 想要升高這個武統的這個路線 那我覺得美國這個動作 當然也是展示他的決心 一方面也是嚇阻 告訴解放軍 你這個臺灣大選結果 不管如何 事實上你就必須要接受 你要正視他 我們來觀察 就是說前幾天我們談到說環球時報的那篇總編輯談的 一直在談說 現在不能輕易武統 因為他必須解放軍要在第一島鏈要能夠這個獲得壓倒性的優勢 在針對美軍可能介入的這一個戰力的部分 那我們看到他在這一個1月11號同一天 那時候他也這個解放軍的微博 釋放了很多官方軍演的訊息 那特別還有人提到說055的 這種大型的這個萬盾驅逐艦 已經這個陸列服役 一方面要這個對台文攻武嚇 一方面也是想要嚇阻美軍反介入 那你看到沒幾天之後 美國這一次派的這一艘提康德羅加級巡良艦 基本上穿越台海 就是在展示他的軍力 就是讓解放軍了解現在我的拳頭還是比你大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簡單比較一下 所以這個是美軍對於紅軍揚言嗆聲 武統台灣的回應 當然 那我覺得就是說軍事實力拿出來 這是最好的佐證 那這一艘這個提康德羅加級的這個巡洋艦 基本上它上面最強的 基本上我們可以用形容 它就是一個海上機動的飛彈庫 火藥庫 它彈一艘的這個艦上的火力 它配備了前六十一後六十一管的這一個垂直發射器 VLS 它上面事實上可以一百二十二枚的這一個戰斧巡弋飛彈 全部可以這個戰備西型 那戰斧巡弋飛彈的射程是兩千五百公里之遠 它這種海基海射型的這種戰斧巡弋飛彈 我從台海穿過去 在你大陸沿岸這樣繞一圈 事實上對中國 就基本上軍方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震責的一個戰略 那這個我們看到它的055大型這個驅逐艦 現在先服役一艘 後來可能未來還有打造大概十幾艘 那它是拿這個要來跟這個美軍的這個提康德羅加級做PK 但是上面它的這個垂直發射系統 它基本上數量還是輸 美軍這一型服役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的這個巡洋艦 055基本上上面 它配備的只有一百一十二枚 這樣垂直發射系統 那當然他們號稱他們有什麼英級18啦 這種超音速反艦飛彈等等 但是上面是不是有配備像老美這種公路巡弋飛彈 目前還不得而知 那老美的這一個提康德羅加級 就我們呼應我們前幾天談的 美國在這個東亞要開始加速部署中程飛彈 中程飛彈跟陸基的這種戰斧巡弋飛彈 它都是屬於在地面部署 但是像這種提康德羅加級的這個神盾艦 基本上它在海上是移動的 而且它老美不是只有這一艘 基本上大概還有22艘之多 那更強的它二害二級的這種核子潛艦 有改了四艘 上面是可以配備高達一百四十四枚的戰斧巡弋飛彈 這些戰斧巡弋飛彈 你一旦對台灣輕舉妄動的時候 這些飛彈可能都會指向你 所以整個這個歸納下來看 我們看到當然過去 美國軍艦在穿越台海上面 中間也曾經受過一些小的氣候 有時候會暫停 譬如說G20舉行 譬如說APEC 譬如說還有我們事實上 大家外界沒有觀察到 去年這個我們就大選前的十二月 事實上那次美軍是沒有對外公開 他有這個穿越台海 但是因為解放軍的山東號 他有游南往北回去 這個北海艦隊有穿越台海 我相信美國軍艦也是有尾隨他 有根堅他 所以幾乎每個月是例行性的 幾乎都是沒有缺席 所以這也符合 先前他們的這個國務卿龐皮歐 他曾經在這個美國大學一個演講 他有講說美國未來川普政府 會恢復所謂的這個政責戰略 就基本上這個對手 不要懷疑美國的決心 有必要的時候 他軍事上的力量 他還是會出手 那中間還包含 譬如說他舉例 這範圍很廣 不是只有軍事 譬如說像這個對中國 這個增加關稅 這個部分 他也放在他的政責戰略之一 還有譬如說在南海 你解放軍也不要再挑釁美軍 在這邊我隨時可能出手 那最後他們雖然沒有公開講到台海 但是你看到具體的行動 台海就是這一次穿越台海就是最好的證明 另外薛瑞福就是前美國的助理 國防部的助理部長 他也提到說美國未來會持續對台軍售 那薛瑞福他過去是非常挺台的 事實上去年兩項軍購案 M1A2的戰車跟F16V的戰機 兩項軍購他應該都有很大的功勞 那現在是離開美國國防部到智庫研究 但是我們看到不管美國的現在白宮也好 或者是國防部也好 或者是這個國務院也好 連智庫也好學者也好 一面性的反中 全面性的這個支持台灣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這未來的情勢 對於台美的這個安全的合作的升級 是非常有這個很大的注意 注意